林小冉和李乃文主演的年代剧《我们的日子》终于是迎来了大结局了 但跟其余的剧不同 别的巨大结局 多多少少还会有点类似于期待 好奇后面剧情的这种心情 但对于这部剧 却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 终于结局了 相信很多在追这部剧的观众 都有这样的心情 这部剧的剧情 从整部剧开始就比较飘忽不定 时好时坏的 从开始的几集剧情开始 剧情显得有点无聊 整整四集都在生孩子 做月子 不像是不年代剧 反而更像是一部催婚催育的纪录片 然后小雪花和小冬方红上线 就迎来了整部剧比较高光的一段剧情 这段剧情也是整部剧口碑最好的时候 这十几集 《我们的日子》 这部剧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挽回了一些此前丢掉的口碑 但随着小冬方红 小雪花的下线 整部剧的剧情又开始离谱起来 好好的年代剧剧情不演 整部剧后期一直扯着东方红 杨思雨和王雪花的三角恋不放 天天这段三角恋的剧情是真的写得一言难尽 堪称这部剧的败笔还贯穿了整部剧的下半部分 结果就是一部年代剧拍成了大型年代青春伤痛片 然而本以为这就已经够离谱了 但没想到只是狗血剧情的开始 明中带了个离异的女人回来 严冰伤心欲绝跑到酒吧买醉结果遇了渣男 然后喝醉被渣男欺负 怀孕了还不敢让医院的父亲知道 就找了个小诊所想打掉孩子 越到后面越离谱 强行安排一波冲突 严冰在小诊所里大出血差点没命 转到医院的时候子宫也保不住了 彻底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而在严冰失去生育能力后 明中突然就浪子回头了 你说离谱不 按照编剧这个意思 如果严冰是正常的 明中就不配和他在一起 只能找个离异的女人 非要严冰失去生育能力 和明中有过一样的遭遇 成为一样的人 才能在一起 就这段剧情 别说女性观众看着上头 大老爷们看着都觉得血气冲天灵盖 这都什么离谱的东西 一定要严冰堕落了 明中才和他在一起吗 如果不是因为这部剧实在追了太久 这个大结局真的都不太想看了 而且认真说 这个大结局 真的 很恶心 整整两集的大结局 基本一句话就可以概括 那人和得了骨癌 那人和死了 大结局没什么关键性的剧情就算了 偏偏还要靠着一个那人和强行水剧情 打情怀点 以那人和的病情来强行牵动所谓的泪点 实属无趣且恶心 看了这么多部年代剧 我们的日子的大结局 真是成功恶心到我了 这边建议编剧 如果不会写剧本就进场打螺丝吧 死亡确实是一种结局的升华 但这并不意味着死亡是唯一的结局 更不意味着一个人要死了 整部剧的大结局 都要围绕着这个人死亡去转 本来 那人和的人设 宋春丽的演技 这个任务的支线剧情可以很动人的 结果编剧强行将支线剧情变成主线剧情 导致整个大结局到处都是填充式的剧情 别的人物都失去存在的意义了 所有人都在围着那人和转 既然如此 塑造那么多人物的意义 何在 交代好每一个重要人物的最终结局 利益升华 难道不是一部电视剧最基础的要求吗 这样水平剧本的年代剧 真是笑掉大牙了 烂透了